第一集 大明万里年间 辉州府爆发了一场民间骚乱 这场骚乱规模不算大 动静却不小 前后持续时间将近十年 将当地百姓相身相患 一府六县官员 应天巡岸 应天巡府乃至户部尚书 与当朝首府都裹挟了进去 从中书到地方 从官僚到平民的诸多利益集团 各怀心思 彼此公结 算计 妥协 大明朝廷的决策如何出炉 地方执行如何落实 官场规则如何运用 利益集团之间如何博弈 在这个案子里真是先毫必现 有意思的是 这一次骚乱的起因 既不是天灾 也不是匪盗 追根溯源 竟然是一位学霸做数学题 闹出来的 这个故事啊 要从灰州府下辖的河县说起 大明共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正史司 以及一南一北两个直立 咱们可以把他们粗略的理解为现在的省份 南直立下辖有一个灰州府 历来是人节地灵 无论官场还是商场都是英才辈出 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 其实 灰州府一共同辖六县 一 迁 修宁 雾远 齐门 济西 其中啊 这河县最大 同时 它还是复郭县 也就是说 灰州府置设在县内 与河县县衙 同城办公 府县同城 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 自然就存放在了县城的阁架之上 以便随时调取刊河 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暗读十分的重要 关乎一线之兴衰 可是呢 又超级的无聊 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 所以 他们常年被树枝高阁 无人问津 龙庆三年 也就是1569年 有一个河县人 忽然对这些档案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人叫帅家摩 自愚臣 严格来说呀 他没有河县户籍 不算当地居民 而是个祖籍江夏的军户 隶属于 灰州府境内的新安卫 这军户啊 是大明特有的一种户籍 世代都是军人 归属于各地卫所 类似于今天的军分区 不过呀 这种出身也没什么不好的 朝中此时呀 就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张居正 也是军户出身 此时正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 这帅家摩 在文武两道的表现 头狠一般 注定是仕途无望 但是呀 他只有一个特长 对数字是天生的敏感 擅长算学 是个学霸级的数学天才 可惜在大明 可没多少领域 能让这位理科生一展才华 最好的就业方向 也就是去当个管钱梁的小官吏 而这个岗位 要求对钱梁赴税的计算很熟悉 需要做大量的应用题来练习 当时可没有教材和习题集 这帅家摩 一腔做数学题的欲望 是无处发泄 好在这个苦恼 没持续多久 他便发现了一个绝好的题库 核县价格库 辉州府历年税凉账策 都存在核县库房里 大明赋税结构很是繁复 辉州又是纳税大户 这账策涉及大量的加减折算 输算钱两 这正是绝佳的应用题体力啊 磨练好了这门手艺 以后就业就有保障了 于是在龙庆三年的某一天 帅家摩设法接触这些官府仗策 一个学霸就这样高高兴兴地 开始做起数学题来 做着做着 帅家摩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凭借着对数字的高度敏感 他注意到 灰州的历年赴税里有一个疑点 灰州府每年向南京成运库 缴纳的税粮中 除正税之外 还有一笔科目叫做人丁捐税 需以食物缴纳 且数额颇大 每年要缴纳8780匹生捐 帅家摩再往下去查 灰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 发现啊 这灰州府下辖六县 其他五县都没有人丁私捐这么一笔支出 只有河县的账簿上有记录 数字与灰州府上缴南京成运库的相同 换句话说 灰州府每年8780匹生捐的这笔税支 是由河县单独承担的 帅家摩看了之后大为的精益 这可不是小数目呀 为了确保自己没犯错 他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是一本官方发布的资料集 里面收集了典章严格 以及各级政府税府资料 行政法规 从红制朝开始 每代都会进行修订 算是政府法令的一个汇编 也勉强可以当作年鉴来用 权威性很高 帅家摩在大明会典里的 灰州府条目下 找到了同样的纳税记录 更重要的是 大明会典里 只提及是由灰州府承担人丁私捐 而并无任何字样表明 是河县单独承担 按道理 灰州府的这笔人丁私捐水母 应该是六线军潭的 怎么只压在了河县一处呢 虽然河县的体量比其他五线都要大 可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呢 帅家摩心想 这一件事关乎一线之名声 可不能这么糊涂下去 必须挖个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学霸一样 这帅家摩看到眼前出现的难题 不经反省 兴高采烈地继续深入挖掘 最终他在灰州府治里找到一条看似无关的古早线索 灰州这个地方啊 归属于红武爷的时间很早 朱元璋在原治政二十四年称吴王之后 在灰州实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税 称为贾臣法治 结果年底核查 行中书省发现数字有问题 于是在治政二十五年 搞了一次以四改科 对很多科目的税额重新做了调整 在这次改革中 朝廷发现河县的下卖数量有问题 和去年同比差了九千七百弹 于是对河县的三千六百四十六倾青租田 每亩各家征下税生思四千 以弥补下卖的缺额 第二集 这个补欠下税的年代太过久远 看起来和人丁私捐毫无关系 但摔甲膜凭借着天才般的知觉 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 于是拿起笔来粗略地算了一下 河县补的九千七百弹下卖 按照龙庆时的官方换算标准 每弹折银三千 九千七百弹粮食 折算成银子 也就是两千九百一十两 而每年人丁私捐补交的生捐 折成银子 每批七千 所以八千七百八十匹 折银六千一百四十六两 嗯 这两个数字似乎没什么关系啊 但是帅加摩到底是个学霸 脑子转得很快 他很快就想到 晖州六县彼此相邻 一个县下卖欠收 那么其他五个县不可能幸免 他再一追查 发现在同一时间 一 修宁 雾员 骑门 济西 五县也均欠下粮 一共是一万零七百八十弹 可折银三千两百三十四两 然后将两者相加 两千九百一十两 加三千两百三十四两 一共是六千一百四十四两 这个数字和人丁私捐只差二两 帅加摩很快得出结论 在国民初 整个晖州府六县 共亏欠下粮 两万零四百八十弹 以下税生死为名义补之 折八千七百八十匹生捐 按理说 这笔钱是由六县共同承担的 不知为何 却变成了和县单独缴纳 更可怕的是 晖州并不养残 和县的老百姓 必须先把粮食卖成银子 再拿银子去买生丝 然后再交给官府 周转两次 负担是相当的重 如果从治政二十五年 以四改科开始算起 到龙庆三年 这笔冤枉钱 足足交了两百多年 这和县简直是倒霉透了 帅加摩做事很谨慎 他并没有着急去惊动官府 而是在和县底下摸了一圈 结果他发现 自己并不是最早发掘有问题的 早在嘉靖十四年 公元一五三五年 已有两个和县人 成鹏 王湘 发现了这个人丁私捐有问题 他们并没有在 辉州府本地抗议 而是越级成文给了 辉州府的上级 应天巡府和应天巡岸 而且还不止一次 应天巡府和应天巡岸 这两个官职的管辖范围 可不只有应天府一个地方 而是涵盖了除凤阳 卢州 淮安 扬州四府之外的 整个南直立地区 其中辉州府也受其管辖 在具体的分工上 应天巡府协调各府县 以负义为主 也监管司法 治安 巡岸以监察为主 但也插手民政 司法 军事 如果勉强于现在对比的话 一个算是省长兼军区司令 一个是省高级法院院长兼纪委 找他们两位啊 那算是败对了衙门 这势力不管 难道省里还不管吗 第一次接成文的是 应天巡府 陈克宅 巡岸 宋茂 西 两位很快就给了批复 要求辉州府彻查 可是他们很快便升迁转走 没人再去追问 接任的巡府 欧阳朵 巡岸 游居靖 接到了同样的成文 也给了批复 要求 辉州府 召集六线 合议 结果 负责此事的官吏 都是以其他五线出身 浮衍色泽 推诿拖延 在来回拖延之中 亡乡成鹏 先后莫名去世 此事呢 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查到这里 帅家摩 推开仗策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 要第三次成文 为何县讨一个公平 那么 到底是正义感和乡土情节使然 还是想借此炒作自己 实料不全 我们也不好妄自揣测他的动机 但是无论如何 他决定冒着触动利益集团的巨大风险 开始采取行动 龙庆四年 公元1570年年初 帅家摩撰写了一份成文 详细地写明了自己查考过程 然后提交给了当时的应天巡抚 御史刘史慧 在这篇成文里 帅家摩玩了一个心眼 在讲述原有史 加了这么一句话 原本府帝年凤 户部刊河 作曲仁丁丝 折生捐8780匹 原额六线军书 辅制可证 大概意思是说 我说的这个问题 在辉州辅制里也提到了 这是铁证 辉州辅制 是辉州府出面编撰的地方制 可信度很高 可是 辅制里其实只是含糊地记载了 辉州府或河县缴纳人丁私捐多少多少 根本就没有明确说过原额六线军书的话 更没有和国出那笔亏欠的下脉联系到一起 而帅家摩偷偷加了这六个字 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 方便行事 殊不知 这一处小小的手脚 后面却成了巨颂的一个关键焦点 这个呢 咱们后头再说 除了偷改了原文 帅家摩呀 还发动了情感攻势 他动情地说 南京乘运库 每年收私捐 两万零一百九十匹 其中 浙江湖广 这种产私大局 才缴纳八千五百零一匹 应天等十三府 只要缴纳两千九百零五匹 而我们辉州府根本不养残 却要负担八千七百八十匹 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 折成银子 从浙江等地回购 这两道手续让成本翻倍 真是让百姓苦不堪言 更何况 这笔负担若是六线分摊的话 还能勉强忍受 可现在 是河县一线承担 这一线之税 比浙江湖广两丝都高 根本不合理啊 第三集 我们细查帅家摩索引用的大名会典可知 浙江湖广的各部征司 府、州 运往南京户部成运库的下税私捐数 分别为三千五百零九匹 四千九百九十二匹 二者共计八千五百零一匹 应天等十三府为 应天府、长州府、镇江府、太平府、卢州府、安庆府、宁国府、苏州府、淮安府、松江府、凤阳府、扬州府和池州府 上述各处所缴为 丝锦折捐或农桑丝折捐 唯有这 辉州府缴纳的税项 有所不同 乃是仁丁丝折捐 有八千七百七十九匹 与帅家摩所说的 八千七百八十匹 稍有出入 其实呀 这是帅家摩玩的一个统计学的小花招 因为大名税制 不是统收统结 一个地方往往要向 数处交税 当时 浙江湖广等地的私捐税 不止借往南京城运库 还有很大一部分 要送往太仓银库 丙字库等 从万里年间的税收记录来看 浙江的私捐税 总额高达十三万匹 湖广的总额为两万七千匹 都远远的超过河县 那么帅家摩是个什么逻辑呢 他呀 不谈总数 单单拿出南京城运库做比较 主要是为了显示河县格外的悲惨 这个手段的绝妙在于啊 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 全经得起查证 只是在统计方式上稍作手脚 立刻显示出浊然不同的效果 河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不加 但被帅家摩这么一比较 变得简直是惨绝人寰 触目惊心 帅家摩引用大明会典所记载 各司府送往南京户部成运库的私捐税额 来哭诉河县单独承担的 辉州府私捐税额比浙江湖广两四的总额还要多 实在是太实公平 他如此计算 实际上啊 是隐含了一个前提条件 即认定南京成运库记载的税额 就是各部争私府所缴私捐税额的全部 但实际上 这样的假设完全站不住脚 因为两京制度 明代的成运库有南北之分 帅家摩引用的数据 并未将北京成运库算入 而且啊 地方上交中央的私捐税啊 并非都送往成运库 部分折引可送达太仓银库 部分私捐可送至丙字库 所以南京成运库所收纳的 仅是私捐税额的一部分而已 在万里会计录中所记载的 嘉庆万里时期 各部争私府县的私捐税的总额 做了个排名 可以发现 辉州府的私捐税 在全国诸府中名列第九 而河县则在诸县中名列第六 都比较靠前 却也与名列第一的延州府 淮安县有相当大的差距 更不能与浙江湖广两司 共计的十六万七千五百四十四匹的总额相比 这真是只有学霸才能玩出的手段 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手脚之外 摔加摩呀 还准备了第三张牌 政治牌 他的成文第一句是这么写的 天下之道 贵乎君平 故物有不得其平则明 河县九偏重负 民困已急 公欲人民在位 被臣勤款 恳起君平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呀 这普天之下 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君平 如果遇见不均不平之事 必须要发生抗议 维护公道 河县独自承担如此沉重的赋税 这么多年 百姓已贫困至极 无以为生了 姓蒙上天眷顾 遇见您二位仁慈 贤明的御使大老爷 小的有幸向您详细臣民状况 恳请大老爷 君平负义 就和现百姓于水火 短短一段话 先后两次要求君平 在龙庆年间啊 江南正在推行一条边法 而一条边法的口号恰好是 君平负义 苏解民困 所以帅家摩两次提到君平 把这次税赋争议 拔高到响应国家政策的高度 一条边法 据明史实货制可知 明初沿用两税法 根据官方登记的户籍 田地要征收田赋 分夏秋两季缴纳 丁要承担多种谣役 后来官府借各种理由加征税赋 家派摇曳 百姓是困苦不堪 大量逃亡以躲避赋税 政府也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 所以决定将一州一府的田赋 种类复杂的摇曳 杂税 合并起来 除必须的米脉之外 都折成银两 分摊到该州县的田地上 按照拥有田地的多寡来征收赋税 官方征收 官方借运 称为一条边法 这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得以稳定的增加 也大大的减化了税收程序 提高了效率 从深层次上来讲 一条边法的核心要指 是合并填富 摇曳 取消米脉之外的食物税 统一改为折收银两 所以帅家摩在成文中 反复强调 人兵私捐是折物食物税 缴纳十分麻烦 这和中央精神紧紧地挂在了一起 只要此事能借到国策的东风 那便能引起应天巡抚的格外关注 要知道 这一任应天巡抚 对一条边法的政策推行 很是下力气 只要他肯表态 这事啊 就能成一半 哦不 是一大半 帅家摩之所以有这个底气 是因为这位巡抚太有名气了 远非寻常官员可比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海瑞 好刚风 海瑞 据名时海瑞传可知 海瑞自如贤 好刚风 海南穷山人 自幼丧父 靠母亲节衣缩食 抚养成人 对百姓的贫苦深有体会 海瑞中举之后 海瑞中举之后 曾到南平任代理教育 有御史来献学视察 一些官员想要讨好上司 一见面就全身趴在地上 行叩头大礼 而海瑞则是只作一而已 他认为学校不是官府衙门 是师长教导学生的地方 不应该屈膝下跪 因此就有了这样一幅画面 身为教育 站在中间的海瑞 只是作一不下跪 而两边的学官则趴在地上扣头 从远处看正如一个山子 又像一个比架一样 因此海瑞就有了 比架博士的外号 海瑞升迁淳安之线后 不仅坚决抵制上司的额外摊派 并且积极取消不合理的赋税 杂役 减轻百姓的负担 其实叫起这来啊 帅家摩此举 实属是强行拔高 因为这次人丁思捐争议的核心 是说服归属 到底核县单独还是六县一起出 至于实物折算 只是一个次要问题 跟一条边法关系不大 这就好比 两个人为吃饭买单起了争执 谁出这顿钱 才是争执的重点 至于这钱是给现金呢 还是刷信用卡呢 并不重要 等警察来了 其中一人喊着嗓子说道 警察同志 你来评评礼 为了响应国家鼓励 使用信用卡的号召 这顿饭钱该谁出呢 警察听了肯定是莫名其妙 这两件事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嘛 但在帅家摩的妙笔之下 这个逻辑错误被巧妙地掩盖起来 非但没有露出破绽 反而显得惶惶正气 这高度啊 一下子就提了上去 除了这些 帅家摩还准备了第四张牌 解决方案 他深安官僚秉性 知道他们最不耐烦的 就是下面的人争吵 却又拿不出办法来 所以在承门的最后 他集上风之所集 十分贴心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要么按照大明会典的原则 六线按照人丁分摊 要么按照辉州辅制 六线按照田地分摊 折卖再折银 最后再折成丝 看方案我都给您写好了 您啊就诸笔批准便是啊 这样一来 无论按人头统计 还是按田地统计 河县都能减少至少一半的负担 不得不说呀 这帅家摩的这一篇成文 当真是素壮杰作 开头进了朝廷大事的东风 利益高远 中间数字详实 论据确凿 层层推论 极有说服之力 片尾呢 还不忘煽情 描绘河县人民生活有多艰辛 素于情感层面 文字 逻辑上玩的小花招啊 那是层出不穷 如羚羊挂脚般 无迹可循 关于帅家摩的职业 史无名载 晖州其他五线 骂他是个奸华的颂棍 从这份诉状来看啊 若非壮士大手 还真写不出这等文字 这篇雄文递上去以后 那效果是立竿见影 果然得到了府院与暗院的高度重视 这钱粮税赋 历来都是民政事务的重中之重 龙庆四年二月初时 巡抚海瑞给出批示 杨府查以报夺 意思是说 我很重视 你们好好地查清楚 随后 巡暗刘氏会也做出了更详细的批示 请辉州府召集六线负责官吏 乡申 齐老 等民众代表 就这件事情进行查证合议 辉州之府段朝宗接到文书之后 一看是海刚风的大名 没敢耽搁 立刻发牌 催促六线派员过来商议 谁知道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竟然出事了 龙庆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也就是两院批示发出后的第十五天 突然传来消息 海瑞调职 改任南京良储 这海瑞为何突然从应天巡抚离职 这是另外一篇大好的文章 咱们这里啊先按下不表 总之 辉州这摊事 海刚风是顾不上管了 海瑞氏率加摩最大的仪仗 他突然掉刃 让人丁私捐案子 陡然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尽管巡暗刘氏惠还在 尽管辉州之府段朝宗还在 可是没了海刚风当主心骨啊 他们可不愿意去碰这个眉头 要知道啊 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团体 帅加摩的主张对河县有利 但对其他五县来说 那可是彻头彻尾的坏消息 一旦一成 他们平白要多交不少的赋税 因此对于这个提案 五县级的官员 虚立 乡绅 百姓 那都是坚决的反对 要知道这辉州府不比别的小地方 在朝廷中做过官的人极多 那些智氏的官员与中央关系密切 又热衷于彼此联姻 经营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 这里的相生相患 各个能量巨大 手眼通天 六县的纷争 动辄能攀扯出政坛上的大人物 别说是晖州之府 就算是应天府岸两院 也不得不有所顾虑 晖州府出身官员中 身居高位者众多 进入明史 明臣列传者就有四十多位 在安徽省内 仅次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 明初因军功任职者众多的凤阳府 特别的是 晖州府出身的官员 多是宣德以后 以科帝进入仕途 官运横通的 嘉靖万历时期再朝为官者 纪西有官至公部尚书的胡松 以纪谋秦货倭寇首领 后官至兵部尚书 兼督察院幼督御史的胡宗宪 修宁有官至福建兵被牵士的汪四论 务院有官至兵部左侍郎 赠兵部尚书的汪元希 官至督察院右前督御史的徐茂学 官至兵部侍郎别号潘青天的潘真 何县有官至督察院右赴督御史的汪上宁 官至兵部侍郎的汪道坤 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许国 等等等等 而从辉州支付的立场来看呢 无论人丁私捐在六县怎么分配 对府里来说都是没区别的 只要每年凑够八千七百八十匹生捐给南京就好 所以啊 这笔私捐税如果不改 局势平静如初 最多是河县抱怨两句 反正你们交了两百多年了 早已习惯了嘛 若是支持帅家母的主张 把付税均摊到六县 辉州府得不到半点的好处 反而会引起其他五县的骚动 可谓是百害而无一利 那么辉州府会怎么选择呢 那当然是不用问了 帅家母为什么当初不去找辉州府讨公道 反而要越级去向两院成文 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在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 现在海瑞离开 以仗以去 整个事情立刻推动不下去了 应天巡暗在2月24日 指示六县合议 回州府随即也发牌催促 但下面毫无反应 恍若未闻 别说那一 修宁 雾元 奇门 济西五县 就算是苦主河县 居然也是悄无声息 后来帅家母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啊 河县支县方环 正赶上丁幽 县屋无人处理 其他五县的支县 则宣称要忙着准备朝进事宜 阴寻停革 不办公了 明代从洪武十八年 公元一三八五年开始 规定地方官员逢丑 臣 魏 四年 也就是每隔三年 要进京朝进一次 接受吏部和督察院的考察处置 这对官员来说是一件大事 但问题是 龙庆四年为耕武 而龙庆五年 公元一五七一年 为新位 才是朝进之年 你明年才上京 今年二月份就开始停革不办公了 而且还不是一位 是五位之县都这么回答 很明显 五县已经商量好了 对这次合议 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 尽量拖延下去 拖到黄 拖到旺 拖到无疾而终 然后就天下太平了 河县在嘉靖朝的两次申诉 不就是这么被拖没的吗 于是 从应天巡暗批示之日起 地方上拖了足足两个月时间 一直到四月十八日 济西县才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 至于其他四县 干脆连回应都懒得回应 这份济西县的申文 是以本县教育 杨存李的名义提交的 还有几个县中 齐劳的连署 由教育出面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济西的态度 此事无关前两 是教育问题 比起帅加摩那篇雄文 这份申文的干活不多 刀笔却暗藏积风 一开头 杨教育先喊了一句政治口号 未肯恩尊国典 巨腹制 君腹求偏 以苏困苦事 然后呢 就话风陡然一变 先大骂摔加摩 变乱国制 网上虐下 是个夹公祭司的无耻送棍 又骂嘉靖年成文的城鹏王相 是刁民 骂了半天 杨教育终于说到了主题上面 首先 他承认了帅加摩的发现 如今的人丁思绢 确实就是国出的下水生司 但他解释说 根据辅制记载 当年朝廷发现 河县亏欠下卖九千七百代 责令他们补交下税生司 一共八千七百八十匹 给南京成运库 所以 这是河县自己的责任 跟其他县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然后呢 他又说 这笔税款交了一百七十多年 从来没人抗议过 嘉庆十四年 两个河县刁民 城鹏王相 去告刁状 当时的晖州知府冯世雍 主持过一次调查 甚至呀 还去寻案查过板级 结论是 人丁思绢 就该河县单独交 此后三十年 也风平浪静 谁知道 又冒出了一个宋棍 帅加摩 无视组织决定 又要兴风作浪 撤洋狱的这个辩驳呀 实在是毫无道理 帅加摩已经算得很清楚了 按照龙庆年间的折律 八千七百八十匹生丝 换成麦子 是两万零四百八十弹 跟河县拖欠的九千七百弹 根本就对不上 即使按红五年间的折律 也不可能差这么多 这杨教育啊 到底是文科生 根本就没算明白这笔账 不过 技术细节无关红纸 因为这文科生啊 最擅长的就是抒情 杨教育动情地写道 我们济西 一共才方圆二十四里 土地贫瘠 民众贫苦 每年丁两 才七百弹不到 而他们河县 方圆两百二十四里 每年丁两 得六万多弹 哪里有把上线的负担 转嫁给下线的道理 他哭诉完之后 还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 照定就那 庶免小民积变之忧 官民两变 意思是说呀 你最好按照原来的做法征税 免得激起民变 这样啊 官府和民众都方便 杨教育前面那些话都是废话 真正的文言 恰好就在这里 这句话虽然谦卑 却隐隐带着威胁 反着读 意思就成了 如果您不按照原来征税 恐怕会引起民变的 到了那个时候 可就是官民两不变了 这句话呀 非常狠 一下就击中了 晖州府的要害 要知道 这个威胁 虽然出自济西代表之口 但其实背后是五线的共识 也就意味着 如果此事不令他们满意 将会是整个晖州府大乱 明年就是朝晋考察年 青天大老爷 您哪 就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杨教会这一手玩的呀 可谓是很有分寸 如果五线一起威胁闹事 一同谋反 切不可为 而现在 四线不吭声 推出最小的济西线 在前头说话 而济西人口太少 怎么闹 也绝对上升不到谋反的地步 这样一来呀 既委婉 而又隐晦的把威胁传达到 又给知府留了足够的面子 方便日后转还 这大名地方官员 一向在政治思路上 是以稳定为主 不出什么事都好 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 下头老百姓也明白这个逻辑 所以啊 碰到什么纠纷 甭管有没有理 先闹一阵 闹成了 官府往往就会暗闹分配 而闹不成也是法不择重嘛 你看 这就是文科学霸解决问题的思路 杨教会根本不屑去查证什么 人丁私捐的技术细节 数字不重要 仕途才是重点 只要点名 这事处理不大 会引起民变 危及知府的前程 就足够了 果然 辉州府一看这篇声闻 心令神会 不再催促何意 在几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之中 这件事啊 就慢慢的不再有人提起 我看这篇声闭 除了 属性闻 自立的神 永络 眼罗